这是一个GPD加机器的包装盒 对于一家以往专注于Windows长机和UMPC的厂家来说 这么大的外包装还是头一回 如果不知道的可能认为这是显卡的包装盒 一把打开 竟然是一个13寸的笔记本 全金属机身 但A面居然包着一部分皮质 难道是个商务本 看一下周身的接口 背面是可以外接显卡的Oclean接口 HDMI接口 2.5G网线口 左侧有两个Type-C接口 一个支持UHS-II的高速SD卡槽和一个耳机的麦孔 右侧是两个USB-E口 带指纹解锁的电源键 因为是全金属的机身 机身两侧还流出了塑料的WiFi天线 喇叭在机身最前端 翻到背面非常简洁 只在两个风扇进风口处 以及固碳硬盘的位置开了孔 其他地方全部封闭 看起来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13.3寸笔记本 但是这个厚度似乎有点异常 貌似太厚了 而且传统的笔记本都是上下两层 怎么这个机器看上去似乎有三层呢 翻开转轴 下方是传统的键盘以及触摸板 但是B面竟然是一块金属板 屏幕呢 屏幕到哪里去了 左看右看也看不着屏幕的位置是吗 很简单 因为这个时候用户还没有真正的打开这部笔记本 因为用户只翻开了机器的转轴 还需要再打开屏幕的转轴 没错 这就是GPD2024年整出的最新大火 生产力先天盛期 剪辑修图居家必备的好帮手 AMDS的最新立作 腰关节的救赎 紧追的朋友 E3动比E3高的上下双屏的GPD Euro 请注意上面这一大段贯口 没有一句是凑数多余的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搞清楚这些评价 都是怎么实现的 简单介绍一下它的配置 它是CPU高低搭配 低配使用R7-8840U 有两个方案低配是16加512 高配是32G加ETB固态 官方TDP默认是28W 中高配是AI-HX370 有32G内存1TB固态 和64Gb内存2TB固态 两种方案可以选 默认TDP是35W BIOS最高支持拉到100W 这个TDP定是能定 但是散热确实受不了 很快会降频 所以散热模组最大支持不降频的稳定TDP 大约是60-66W左右 咱们也直接敞量化 不把价格放后边让大家等 最低配的版本预售价是7996 最顶配的版本预售价是11999 2024年10月8号开始预售 这个价格确实比较高 因为新的布局零件比较复杂 两块屏幕都是超薄的onet屏 AI-HX370处理器拿货价也很贵 所以确实整体价格下不来 双平笔本其实也是比较小众的需求 所以大家可以看个乐何 如果看下来觉得确实符合自己的需求 或者自己喜欢这种产品 可以自己去参加预售 预售价格比这种售价要比一两千 那么键盘是普通的背光键盘 触摸板是玻璃触摸板 尺寸对比现在的高端轻薄本 尺寸不算大 但是这块触摸板用的和苹果一样的马达触觉反馈 也就是说它按下去是马达模拟按键的手感 本身触摸板是不会晃动的 而且在摸它的缝隙的时候 可以直接调节亮度和音量 拧下背部全部螺丝 以及机身后侧的螺丝之后就能打开后盖 简单看一下布局 CPU是双风扇双热管散热 每个风扇一条热管 整个散热模组兼顾到了LPDDR5 7500MHz的内存和供电 CPU散热的下方是一条西数的SM580PCIe 4.0固态 右边是板载的AX210WiFi 6E网卡 旁边是一条空的M2插槽 用物可以自己扩展 但是因为副盘位下面有一个SD卡槽 主盘位下方是内存颗粒 所以两个M2槽都只支持单面颗粒的固态 加上Oculine的接口和这些其他接口 AIHX370的16条PCIe 4.0也差不多全分完了 GPD算是利用的比较到位的 机器下方就是80Wh的电池 以及两个枪体还挺大的喇叭 以上就是GPD DUAL的基本布局 介绍完下半程 接下来介绍GPD DUAL的灵魂 双屏 两块屏幕都是2880×1800的分辨率 16比10比例 60Hz 多点触屏 支持手写笔 来自三星的OLED 至于为什么选择三星OLED 我也和GPD的员工探讨过 GPD表示一开始想做的其实是12.1寸的OLED双屏 用国内的屏幕 能小一点便携一点 而且还有高刷 但是AMD兼容性不行 这款屏幕点不亮 所以最后只能把尺寸放到13.3寸 用的这个三星的屏幕 至于为什么选用OLED不用LCD GPD表示因为LCD太厚 如果用LCD的话厚度就会爆炸了 我这几天用下来 OLED在这个双屏设备上是越看越顺眼 因为之前用的很多LCD的Windows平板 都存在漏光 暗角暗边的情况 但是OLED的一致性强 无漏光 色彩艳丽 如果不是很在乎屏闪 保持良好使用习惯避免烧屏的话 OLED的屏幕还是香喷喷的 而且GPD Duo的屏幕布局很有意思 下屏为了把下巴做到最小 它的屏幕是倒置的 也就是说它原来宽的 带驱动版的下巴 被GPD摆到上边 而极窄黑边的上额头放到下面 GPD的说法是为了布置360度的转轴 以及放下摄像头 当然这个摄像头不支持人脸解锁 Windows插漏需要用侧边的指纹解锁 上屏就是常规布局 上宽下载 然后可以360度旋转 把整个屏幕转到A面去 面对面开会的时候 可以把副屏冲着对方进行展示 颇有当年华硕太极超级本的风范 而且副屏还有一点新设计 就是副屏和GPD Dual本体 并不是直接融合关系 而是依附在GPD Dual机身上的外接屏 它和GPD Dual之间是DP连接 而副屏左侧有个独立的Type-C和亮度调节键 所以它可以通过Type-C接口接其他设备 当作一个纯粹的显示器来使用 比如连接三星手机使用DEX等等 而且因为副屏是独立的 所以无论GPD Dual开机关机它都能用 当然这种内置外接屏 就会导致开机的时候是下边主屏先亮 进了系统之后上屏再亮 然后副屏启动的时候 内置驱动板会跳一个DP的信号提示光 有点点割裂感 但就是启动时的就一下 习惯了也还好 说到双屏笔记本 其实目前市面上的双屏笔记本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种布局 一种就是华硕的01X双屏Pro 和联想FinBook Plus 17这种副屏融合性C面 成为C面的一部分以吸收键盘布局来加入副屏 这种布局算作融合式双屏 还有一种就是当年的宏机Iconic Q 现代联想的YogaBook 9i 华硕的01X14双屏这种只留下屏幕 不要或者外接键盘的设计算全双屏 最后是GPD Dual这种在传统笔记本架构上 新增了一块副屏 GPD Dual是竖着开 当年的ThinPad W700 雷蛇的女武神概念机是横着开 应该称作笔记本多屏 但是机器的重心会比较复杂 但是优点也显而易见 前面两种布局都会改变用户的机器使用习惯 而笔记本多屏就和传统的 笔记本外接一块屏幕是一样的布局 所以完全没有学习成本 我这几天用下来发现 机器平放在桌面上的两块屏幕 相互180度打屏的时候 下屏打到100-105度 不用担心会往后倒 屏幕最大转轴角度大约在135度 如果需要开大角度或者触屏 则可以打开下屏背后的皮枝架 开合角度不大 最多约莫30度 但是撑得很稳 不过一般不用 我最喜欢的是双屏90度 直接完全立起来 为什么叫GVDUAL剪辑圣机呢 然后像一些视频剪辑等等专业软件 软件里面的主件和窗口很多 如果用27寸32寸的台式显示器还好 全部挤在笔记本十几寸的屏幕上实在难顶 那么现在有双屏就可以一个屏幕放时间流 一个屏幕放预览 裁切 缩放蓝文本 矿编辑蓝等等的其他组件 这一下布局就清晰多了 实陆相反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 就是用这部GVDUAL剪辑的 可能有的观众会说 那我平常我也不剪视频 诶 GVDUAL双屏的优点还不止于此 因为它的双屏设计 它还有两个使用姿势 第一个就是别的笔记本一般为了手打字摆放方便 所以会摆放在手肘自然平齐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是比头部要低的 所以用户在正常坐着使用笔记本的时候 头是往下歪的 腰是往前探的 但是GVDUAL上 用户甚至可以直接把主屏关闭 只用上面的副屏 这时候用户就会发现副屏的高度更高 几乎是和视线平齐的 所以这个时候坐姿使用GVDUAL就能做到 腰部自然靠到椅背上视线和屏幕平齐 和使用电高的桌面显示器一模一样 整个人的颈椎和腰部都是放松的 长时间用下来疲劳程度比传统笔记本低到 不知道哪里去 而且有些用户用电脑的时候 其实是喜欢把显示器摆得更近 而这种需求在传统笔记本上 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屏幕天生就要待在键盘的后边 但是现在如果换位思考 把主屏当作副屏的一个高低支架 往前这么一靠 看这是最新的美国大片 放大放大再放大 哈哈每一个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别的电脑做得到吗 根本做不到 甚至于连华硕和联想的双屏笔记本都做不到 这是独处于GVD DUAL的moment 而且GVD还宣称这两块屏幕都支持压杆 不过GVD DUAL欠考虑的是即使支持手写笔 GVD也没有给机器预备放笔的地方 接下来测一下它的性能 首先要提一下前面有说到 GVD DUAL在BIOS里面是可以调节功耗的 但是这个选项藏得比较深 在AMDCBS SMU Common Option Smart Shift Control里面设置 有三个数字 从上到下分别是PL1、PL3和PL2 PL3可以理解为最最高的10秒真载人 PL2可以理解为300秒硬汉 PL1则是非满载时候的正常功耗上限 1000是1瓦 35就是35瓦 以此类推 最高可以设置到100瓦 但是散热撑不住 系统为自动降频 所以前面也提过 GVD目前说法是最大66瓦 长期稳定大约是60瓦 所以性能测试 我们就用官方的35瓦和手动设置的60瓦 以及找了一个28瓦的R78840U 来模拟低配的GVD DUAL的性能 比对一下差距 顺便重申一下 机器内存是64G LPDDR5 7500MHz内存 目前系统内存48G 给核显一口气分了16G 核显表示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负益的仗 如果觉得给的太多 BIOS里面也能调节核显存大小 而且BIOS里面也可以设置电池最大充电百分比 另外游戏用户需要注意 35瓦事实上HX370的核显就吃饱了 拉到60瓦剩下基本都是给CPU的 所以如果只是打游戏 设置个35-45瓦就够了 890M核显的瓶颈目前是这个7500MHz的内存 简单烤极一下 因为是核显机器 双烤没有意义 直接烤CPU就行了 15分钟后温度约为72-74度 这个温度事实上是35瓦下的温度 因为太高会自动降频 如果在BIOS中把PLE设置到55瓦甚至60瓦 那么稳定温度会进一步上涨到82度左右 所以GPD Duo的稳定温度事实上取决于用户的功率设定 此时机身的表面温度如图所示 然后是性能测试 先测一下核显 3DMark的结果告诉我们 HX370拉高功耗确实性能提升有限 但是对比8840U的780M还是可以全面压制的 这一点在游戏中也可以印证 如果是1080P跑游戏 其实890M很多时候只能保个30帧的底 但是因为GPD Duo的屏幕分辨率是2880×1800 所以设置个对半的分辨率1440×900 屏幕像素四合一点对点 你就会发现 居然连黑神话都能在不开深深层的情况下 平均非常接近60帧可玩 而780M核显想要做到这一点 就得退回到1280×800 甚至1280×720的 而CPU这边虽然HX370是大小核设计 但是毕竟也是12核24线程的长压大哥 对上8核16线程的低压小弟 那自然是大杀特杀 在35W功耗下 HX370的性能就已经全面超越了R75800X 真的不得不感叹 自从2017年Ryzen面试之后 这些年CPU的性能进步实在是太快了 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机器的缺点 因为我手上这部机器还是内侧机 正式机还要到10月份才会出炉 所以我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部分官方承诺正式版会修改的问题 我就不提了 这里列举一些确定改不了和客观存在的问题 第一 重量太重 为了让这个双屏笔记本立得稳固 所以GPT官方在机器前段加了一块配重 因此整机重量来到了惊人的2280克 加上这个方方正正的外观第一次上手的时候 给我一种回到了90年代用ThinPad的穿越感 第二 副屏只支持上下翻 不支持左右翻 而且副屏没有内置喇叭 所以外接设备接到这块屏幕上是没有办法发声音的 第三 两块屏幕没有抗指纹涂层 所以虽然支持触屏 但是非常沾指纹 第四点 GPT DUO确定没有关闭触摸板的键盘快捷键 要关闭触摸板必须去Windows的设置里面手动弯 第五 GPT表示副屏的驱动板是自己单独定制的 但是里面的UI特别山寨 而且外接别的设备的时候也就算了 就连作为GPT DUO的内置副屏的时候也要跳个DP标识 实在很吊档死 第六 最后一个缺点不是GPT自己的 而是AMD的 GPT DUO有一个可以外接显卡的奥克林接口 很多人知道GPT出了RX7600MXT的外置显卡 GPT GE 但是目前GPT DUO用不了 原因是AMD官方还没有做AiHX370的7000系移动显卡的驱动 所以目前外接7000系移动显卡就会出现系统无法正确识别 AMD内置核显和外置显卡 所以目前AiHX370不能外接GPT GE 别的什么显卡都行 英伟拿甚至英特尔的外接显卡都行 就偏偏RX7600MXT这些不行 GPT官方表示AMD说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修 还安慰GPT说你们上市还有一个多月的慢慢来 曾经我也试过购买一些便携显示器 配合笔记本电脑出门使用 但是真的出门三四次就会发现他们占地面积大 收纳不方便物色复杂 往往是用了两三次就失去兴趣吃灰 所以内置双屏虽然价格昂贵重量惊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是它绝对有着其小众但明确的刚需人群 绝对不是为了创型而创型的血肉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去问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 而要明白的仅仅只是我需不需要这种东西 那么以上就是GPT DUO的上手测试了 诚然GPT DUO上的这块副屏还有很多的局限 在重量和厚度等地方也付出了许多代价 GPT对于副屏的利用和华硕联想这些大厂还存在差距 但是得益于Windows系统对多屏的支持已经十分成熟 所以目前不考虑外接副屏的花活 单纯将GPT DUO视为一个双屏Windows笔记本来看的话 使用体验还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GPT DUO的上手体验到这里就结束了 满分一百分你给这款产品打多少分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